小代 因為警察確實有很多高風險 那這邊有一個警察的故事 你要跟大家說 對 其實這個是 也是發生在板橋這邊 那之前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涉案的也是一個 很巧跟這次我們剛剛講的案例 也是一個錢保林球國手 那這個警察是怎樣呢 警察叫張家鴻 張家鴻 那他是在有一天早上 他在開單的時候 路邊開著微停單子的時候 然後他看到一輛貨車 然後一直停在那邊 停了兩天 而且都擋在路中間 然後他就連續開 開了五張單子 那結果他在開第六張的時候 就隔天在開第六張的時候 遇到車主 遇到車主 這個車主 那當下一看到他開單 就直接質問他 然後這單子是不是你開的 他就說你微停啊 兩天你車子不開走 我當然繼續開啊 那對方馬上回一句話而已 這個車主叫做吳智展 他是一個錢保林球國手 那他看到這個張家鴻 一直幫他開 一直給他開單 他就不爽啊 所以他就 反頭就問他一句 他說是不是你開的 那張家鴻就說 是 我開的 對 那你違規 我就要繼續開 對方就說 好 那你繼續開的話 那你爸我就要給他 我待會要撥死 撥死 那結果這個吳智展是做什麼工作的 他是廚師 那廚師的話 他隨身他帶著一把 剁骨頭的刀子 不是我們一般切菜的刀子 是大隻的 剁那種牛骨 豬骨 那種大隻的刀子 他當下去抓著他的衣靈 就是直接朝他身上 因為胎跟鎚都不一樣 那不一樣 鎚是真的 整個案發時間只有26秒鐘 26秒他砍了13刀 刀刀劍骨 從肩膀到手臂 到背部到臀部 刀刀劍骨 所以這員警當下去受重傷 但幸好就是說 他的意識是清醒的 所以他馬上叫無線電支援 那可是你看 他被砍的時候 他當下 他當下是有跟那個 選辦吳智展說 他說你不要再砍了 可是吳智展就是說 我就是要砍給你死 他還戴個安全帽 沒戴安全帽就死掉了 幸好他那天真的有戴安全帽 戴安全帽 所以說其實後面 張家鴻他就傷重 他也是昏迷好幾天這樣子 那他後面因為傷勢過重 那其實他因為傷得蠻深的 所以他很多像手臂這邊 然後背部這邊有傷到神經 所以變成說他後面有些動作 他也不能夠做這樣子 那相對他一樣 他後面遭逢了這個事情之後 那好他也是後面就轉調到內勤去 那可是你看喔 這個嫌犯這個吳智展 你看他在後面在出庭的時候 他也不會去向原警道歉 有啦他有哭過啦 我們不能說他沒哭過啦 但是問題是他怎麼去負擔起 這個原警的那個下半人生 他一樣也是只能夠做內勤的 也不能夠說自己 繼續去做外勤 那後面你說賠償 結果他也是一樣一句話 我都做廚師的 那我也沒有多少財產 你能奈我何 所以你看就 幾乎相同的案件 都是這樣子不了了之 這個吳智展是怎麼會這麼想起 他就覺得他不高興 他就覺得他這個張家鋒 是對他有針對性 但問題是 他的車是停路中間 那太瘋了 那沒有把你拖走 就已經很好的還開單 後來有碰到什麼行 後面我記得這個案子到 這個吳智展也好像已經入獄了 對 但判了十二年半的樣子 三人未遂 對 三人未遂 我記得是判十二年半 十二年半也要關起來了兩年 七年 沒有 他重刑現在要關到三分之二 那像陳大哥他這個案子的當事 我記得是判兩年多 兩年十個月 對 兩年多而已 那是女生嗎 對 那是修法之前對不對 修法之後 至少要判個七年 六七年 對 他現在也還沒關 因為他在打官司 他好像執行 前年好像就去關了 已經去執行 在刑事的部分他要先關 對